他是K1擂台上最璀璨的流星 连续三年杀入世界总决赛 夺取K1冠军 他的腐蚀下皮腿 独步江湖 被称作K1一代队王 36岁的短暂人生 创造无数擂台奇迹 他就是Andy Hook 来自于瑞士的蓝眼武士 1964年 Andy Hook出生于瑞士 他的父亲是法籍庸民团的一员 最后可死他乡 母亲只好将他安置在孤儿院 直到三岁时 Andy才被祖父母收养 感受到家的温暖 年幼时的Andy非常热爱运动 从六岁起就加入了足球社团 甚至一度入选瑞士16岁以下国家队 被看作是瑞士足球的超级新兴 然而家境贫寒 却让Andy饱受欺凌 为了对付那些校园恶霸 Andy开始练习几针空手道 但是清贫的家境 却无法承受Andy在足球 和空手道上的双重梦想 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 最终Andy放弃了足球 开始专习练习空手道 事实证明 Andy在空手道界 的确取得了惊人成就 1979年 当时只有15岁的Andy 参加了瑞士大山杯空手大赛 他从许多成年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最终夺冠 而这样的表现 让瑞士许多的业界人士 对其惊叹不已 随后 Andy入选了瑞士吉珍国家队 并代表瑞士在四国邀请赛中 夺得欧洲冠军 于是 这位天才少年 开始在世界范围内 展露头角 在当时 四年举办一届的 吉珍空手道世界大赛 被看作是吉珍选手的 最高荣誉 而取得了欧洲冠军的Andy 自然也被看作是 夺冠热门 1987年 Andy代表瑞士 参加世界吉珍大会 并一路杀入决赛 创造了外国选手 在吉珍大会上的 最佳战绩 不过 最终的决赛中 Andy赴于日后的 松鼎派掌门 松鼎张规 取得了世界大赛赢牌 而这个记录 直到12年以后 才被夺冠的巴西怪物 佐朗西斯科 飞辽打破 在空手道界声明缺席之后 Andy接受了政道会的邀请 成为一名职业格斗选手 1993年 K1大赛拉开许路 标志着一种格斗体大战 进入全胜时代 当时的Andy 已经逐渐完成了 从全接触空手道 向T拳的转变 并在1994年的冠军挑战赛上 战胜了K1初代冠军 布兰科西卡蒂奇 寂静四座 随后 这位来自于瑞士的空手武士 正式加入K1赛场 开启了自己的传奇时代 1994年 Andy正式参加K1赛事 但是 由于首次参赛 经验不足 Andy在首轮 便被跆拳道高手 帕特里格士密斯 淘汰出局 5个月之后 Andy卷土重来 并在首回合 袭击KO史密斯 上演完美复仇 1996年5月6号 Andy在首轮成功突围之后 一晚连胜两场 杀入K1GP 1996年总决赛 面对着曾经两次 战胜自己的南非大炮 麦克博纳多 Andy在第二回合 使用了少见的低段后悔促 KO对手 成功登顶世界之巅 而这一招 在后来被全民亲戚的称为 Andy龙玄峰 K1夺冠 让Andy成为了瑞士国民心中的 全民偶像 在此后 每当Andy返回祖国比赛时 瑞士全国的收视率瞬间狂飙 甚至将网球公主辛吉斯 和瑞士国家足球队的比赛 远远甩在身后 在夺冠之后 Andy又连续在1997年 与1998年 两度杀入总决赛 虽然没能最终夺冠 但是他却创到了K1历史上 第一个连续三年杀入决赛的奇迹 由于当时的K1赛场 并没有体重和级别的划分 因此始终是巨瘦的天下 但是Andy却凭借着自己 只有一米八零的身高 驰骋擒胎 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冠军选手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Andy相继夺取了 WKU WKA WMTC的世界冠军 比赛中 他始终保持着空手道的腿法特色 屡次上演转身腿法 俯视下踢腿KO 因此 观众也把Andy 成为K1历台上的一代腿王 由于自小接受空手道训练 Andy深受武道思想勋韬 操 操台之上 他一向与对手正面对抗 从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与小动作 操台之下 他是温文尔雅的潜潜君子 这样的表现 让他赢得了无数权力的喜爱 将这位来自于瑞士的空手家 称作蓝眼武士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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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